那我们这题是算 小曹 小曹 厉害了张老师 分霸 我和弟弟玩 是吧 张成梁 看过张老师跳舞 谢谢张老师 好久关键 张老师 张老师大家呢 又比比较喜欢吃江西的半分 那个张老师让我赶紧回房车 那我觉得 和我最匹配的人 也就只能是张老师了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喜欢我的朋友们 还有 还喜欢张老师 是的是的 我先带大家接接蜜 张老师待会就来了 大家跟张老师合唱 有合唱 张老师合唱 我都想好了 我看看问问声岳老师 能不能我垫垫音 张老师有个小窍门 不知道最容易笑场是跟谁 我们俩跟叶百姨 对啊 因为叶老师的词比较难 我们越窍 叶老师当时 越紧张 对当时可能比较辛苦 再好相伯 你 我最后相伯 我最后相伯 你最后相伯 盘加我们那个叶百姨 叶前辈也挺好笑 哦 那第一位呢 肯定是要给 龚老师了 龚老师 number one number one 我觉得是 周子书和温克星相互成就 我和龚俊相互成就 那肯定是叶前辈了吧 那肯定是叶前辈了吧 可好了 叶前辈 叶前辈 照顾我们老前辈 龚老师 张老师你先拿 我要去张老师演员会 没有没来吗 龚老师不是 龚老师曾经就是 在我们拍戏的时候 说了要给我写歌 张老师 胜美 龚老师的眼神太过于杀张力了 胜美 龚老师的眼神太过于杀张力了 你觉得谁是这么喜欢原则来的 龚老师 龚老师 哎呀 毫不谦虚的说 算了 这次采访 我就让给张老师 希望交换 张老师的 大尔夫技术吧 不 歌唱出 没什么想到 龚老师交换的 我能理解 就龚老师想表达意思就是说 张老师刚才唱了 龚 其实我 我很喜欢龚俊的 张老师的声音唱歌好甜 张老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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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长度都会清了 没想到龚老师已经这么活了 哈哈 龚老师的腹肌特别厉害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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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我们去拍到一半多 我请大家吃火锅 制片人还有主演们 然后张老师 迟到就不说了 最后一个早 然后敷着面膜来了 打完了也不会听过龚老师请客 那就开心 所以我要我唱也可以 张老师那得给我这个半跳一下 其实龚老师在我心里已经很完美了 一定是龚老师唱得太好 哎呀 怎么说呢 我好喜欢 张老师 我爱你 爱你 爱你 主要请不起龚老师 主要是张老师太忙了 龚老师有个就是特长啊 就汉老师教我 你看俊俊身上的汉堡 不能吗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张老师 你穿得好闪啊 没开地牢房 是我清零草堡老师 要龚老师帮我找调 别这样说 没事 张老师 找到唱出自信 唱出自己的风格 老师声音率比较高 谢谢 老头考量 面前大学的 谢谢 谢谢哥 张老师 我要感谢我的对手 张老师 我要 他饰演了周子枢 然后 还有一些话想对俊俊说 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是需要什么 哥哥帮助的地方 我以后也能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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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